3日,Ginios 1独家报道称,女团Kabler在与week1的专属合约即将到期之际,开始了制作新专辑以5月为目标进行回归准备中,来结束合约前的最后一次回归。 据相关人士透露,他们于上周举行了新歌后部门的试听会,最后一张专辑收录了为粉丝们准备的丰富多彩的歌曲。 目前,Kabler活动期大约还有两个月,虽然延长活动期的讨论一直在讨论,但公司表示与所有经济公司协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因此预计将于7月解散。 反观Kabler这两年多的成绩,很多粉丝对于解散也是相当期待,表示美女们终于要脱离苦海了。 确实,在week1的运营中出现了很多问题,在竞争非常激烈的五代女团中,中规中矩的运营是活不起来的。 原案方面,Kabler的出道曲哗哒哒哒,顶多算是不难听的口水歌,但没想到却也成为了Kabler的巅峰,后面出的歌曲一首不如一首。 另外,在主捧金多娟恋爱曝光后,公司默许尊重,作为选秀限定团,公司对待恋爱的态度也让很多粉丝不能接受。 再者,week1重男轻女对待Kabler并没有很重视,也让粉丝非常寒心。 所以,或许解散才是对Kabler成员来说最好的结局,大家怎么认为呢?欢迎留言。 爱到韩语社,每日解说最新韩语,欢迎赞和订阅哦。